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 我这三颗文心类兰花终于要同时开花了 它们是我四年前在兰展上买的小苗 都已经开过花 但今年是第一次同时开,很有趣 它们的花形各异,花朵大小不易 这五个白花开成了一个大花球 每朵花有12公分 而紫红花是垂花之上有14、5朵 6公分大小的花 而将要开花的黄色狼花花感直立 稍加固定,就是个竖形 花有8公分 养它们四年了,感觉非常值得推荐 下面就仔细给大家讲讲 这三颗文心类兰花 都是由10种左右文心和其他类文心杂交而成的 比如这个白仙女 它就是由蜘蛛兰、锦花兰、还有文心兰 一共11种杂交而成 这个黄金女孩呢 是由9个文心原生种混交而成的 这个紫红色的是由 垂花泽伦兰加上7种文心兰 的圆艺种 所以呢,它们都是很复杂的 但是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小猪型大花 应该呢,就是当初兰花圆艺家培养它们的目的 这三颗兰花小苗到现在已经养了四年 一直在14公分口径的花盆里 泽伦文心甚至还捡盆 捡到了10公分 也一直没有分过盆 因为它们的囚径增长不快 现在也只是各有四五个成熟的甲灵径 可以看到,它们长了四年的成熟甲灵径 最大的也只有,也不超过10公分 这就构成了这类兰花的小猪型 这和其他单一类的文心兰花 或者两三种混交后的兰花文心兰呢 大大不同 因为那些兰花繁殖太快 囚径增扎也特别多 个头大,很容易就长成了巨无霸 而这三类文心类兰花 非常小巧秀气 不沾地方,很容易养护管理 而且它们漂亮的花形 非常适合摆放在书桌旁 这三款文心类兰花也非常皮实 像这颗白仙女 它的囚径被什么坏东西咬掉过一大块 但仍然继续生长 它们那个囚径虽然长得不是特别多 但是呢还是年年开花的 就是成熟以后年年开花 这颗泽伦文心呢 也是就是今年 它年年开花 但花剑今年被咬断了 但是自己呢又长出另外一只 想开花呢就谁也挡不住 非常的可爱 我的兰花不开花时呢 都露天养在户外 挂在通风透气有树荫的地方 没有雨水 才用水龙头呢喷点水 非常的省心省力 肥料呢就是春天花后 撒一点缓湿肥就足够了 这三款类文心、兰花 和文心兰用的植料是一样的 在悉尼我给它们软硬植料各一半 光照呢是要比文心兰要弱一些的 我的跳舞黄文心需要强光照 而这三种呢散射光就可以了 最后这三款文心类兰花的花期也很长 现在泽伦文心和白仙女 已经开了一个多月 以我的经验 如果没有雨林日晒的话呢 开花两个月左右没有问题 另外据说这个白仙女 应该是有香味的 只是我现在还没有闻到 所以以我四年的经历 是非常推荐这三款兰花的省心省力省地方 年年都会开出漂亮飘逸 摆在桌边两个月的兰花 很值得拥有 这个视频就结束了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周再会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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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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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